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食品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食品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先介绍 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科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食品群课程纲要旨在协助学生适性发展 找到自己人生的职业方向 课程规划提供学生专题实作与创意思考机会 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科目与实习科目所学之知识与技能 激发学生潜能及创造力 以培育其食品群核心素养 进而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本次食品群科课程研修之特色 主要参考目前食品产业从业人员所需之食品加工 食品维生物 食品化学 检验分析 生物技术及产品设计 制造及应用等专业知识技能 着重强化学生实作能力 将加工新技术 快速检验 品质管理 食安问题等融入课程 充分链接产学内容 落实技职教育务实致用之精神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食品群课纲一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本次新课纲规划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因数可以视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另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织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食品群群共同课程包含食品加工、食品维生物、食品化学与分析等三专业科目12学分 及食品加工实习、食品维生物实习、食品化学与分析实习等三科群共同实习科目18学分 专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合计30学分 季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是把食品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共同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同基础技术能力 食品群以未来就业之职业所需技能规划两技能领域 食品加工技能领域、检验分析技能领域 供食品群各科依未来就业导向选择相对应技能领域 其对应之实习科目与学分如表所示 从科别对应表可看到 食品群四科别皆可依各校课程规划取向 选择开设食品群新课纲所规划的两个技能领域 因两领域皆为食品群学生未来就业相关技能 各校位于布定必修范围开设之领域 应优先于校定课程中开设 新课纲相对于99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 每个技能领域都有18学分的课程规划 加强该产业所需实用技能 在新增学习内容方面 食品加工技能领域包含烘焙食品加工实习 与进阶食品加工实习 烘焙食品加工实习 参着原校定参考科目之烘焙食品 西式点心、中式点心等科目新增 进阶食品加工实习 参着原校定科目的古类加工 酿造加工 蓄产加工 水产加工 豆类加工等课程新增 检验分析技能领域设有三科目 其中 生物技术概论原为99克刚布定专业科目 新克刚改列为技能领域实习科目 更名为生物技术实习 新增分析化学实习 食品检验分析实习 食品群的群共同专专业科目 无新增科目 保留了99克刚原有的食品加工 食品维生物 食品化学与分析三个科目 但在单元主题及学习内容上有所调整 在食品加工的对照表中可看出 新克刚对重要议题 劳动三权等法规融入课程的重视 并新增了营养素 嗜好性食品等两个主题 食品为生物 于新克刚中增加两学分 由原本两学分增为四学分 从对照表中可以看到 整合新增部分主题之学习内容 自原本99克刚主题的刚要内容 独立两个新增主题 在食品化学与分析中 主题方面未有太多变化 调整并新增三个主题的学习内容 食品群的群共同实习科目 无新增科目 保留了99克刚食品加工实习 食品维生物实习 食品化学与分析实习三科目 配合新克刚修订 在主题与学习内容上有所调整 从食品加工实习的对照表中可看到 食品加工实习 新增加工原料与特色食品 产品品质评鉴与行销等两个主题 新增与调整三个主题的学习内容 食品维生物实习 检讨99克刚主题与内容刚要后 为了更明确学习单元 拆分五个刚要内容列为独立主题 如B 除菌与灭菌 C 维生物培养 D 维生物观察都自原99克刚中之主题1 为生物实习基本操作拆列出来 食品化学与分析实习的对照表中可看到 新增一个主题 食品感官品评 将B 食品化学与分析之基础概念 C 食品化学基础操作 自原钢药内容拆分独立为新增主题 接下来是食品群各科布定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除群共同专业 实习科目 食品群四科 皆可在食品加工技能领域 检验分析技能领域 二则一开设课程供学生学习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 国教院审定版 二 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果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制教材 三 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 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清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 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地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实习 一般科目同普高及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将原物料制成可食用食品 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在加工过程中 重视原物料取得来源 并注重加工制成的安全管理 配合时代需求 改良制成 甚至开发新技术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食品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 共有7项 各校之食品群科 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严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自12年国教新课纲中可看到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与学习内容 以食品加工为例 学生在完成食品加工的学习后 会有7项的学习表现 而学习的详细内容 如表列食品加工之第二主题 营养素 给学生的学习素材 便包含了3个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食品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一起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56至78学分内 发展由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以国内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 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 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 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 来进行规划 首先 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 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处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产业需求方面 以食品群科中心学校 国立中心大学 附属台中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临近之食品相关产业代表食品业聚落 呈现产业需求为例 其中包含食品公司 食品加工厂 食品原料行等等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 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 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 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 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 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 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食品加工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及科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对照表如图表所示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二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四项学生图像 而科专业能力的第三到六项 则是代表分流能力 并能回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二到五项 科教育目标的第六项 是与科专业能力第七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 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般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 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 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各校科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99科纲的科目 以及新科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 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老师们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 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心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大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食品加工科为例来看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与科专业能力对应 可以看到食品产制技术 与第五项科专业能力是高对应 与第1、4、7项科专业能力是低对应 与2、3、6项科专业能力无对应 表示食品产制技术和食品加工 食品生产及相关设备使用之能力 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业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食品群科中心学校食品加工科为例的课程地图 我们可以看出专业能力6 具备面点、创意料理备制之能力 是透过课程地图最下方红色字体的日韩料理 东南亚料理、面点制作的多元选修课程 来达成分流能力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并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一般科目与食品群科专业课程的关联性 这里以艺术、自然、社会三个领域举例说明 艺术领域包括音乐、美术、艺术生活三科目 自然科学领域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三科目 社会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三科目 除艺术领域三科目则两科目休息外 其他两个领域至少休息两科目 以专题实作课程学生制作专题为例 结合了一般科目化学的氧化与还原反应、酸碱反应、生物的资源回收再利用等课程 再加上生活应用、永续发展及资源再利用等多方新知 可以帮助学生在专题实作中有更深入的发挥 群科的专业科目与一般科目彼此间课程内容息息相关 例如食品化学与分析、其学习内容与化学的水溶液中的变化、氧化与还原反应、酸碱反应及资源与永续发展等是相关联的 也与数学中的统计资料整理、统计量分析等相关联 同时包含语文领域的相关基本能力 一般科目的课程内容都可连接到专业科目,帮助学生学习更加顺利 例如数学、自然领域的化学可连接到布定科目食品加工、食品维生物、食品化学与分析和校定科目食品安全与卫生等相关联的学习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